南加州台湾旅馆同业工会 近日举行年度会员大会 同时举行理事会长及会长改选 王卫星高票当选连任会长 他表示将会继续致力于推展会晤 以及服务侨胞 这次旅馆工会竞选38届连任号 非常高兴得到大家的支持 然后也感谢他们在37届的时候 对我的协助 那会晤真正日上 这个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所得到的成果 那对38届明年这个任期呢 我会再继续秉持我们服务的心意 再继续为我们的会员 为我们的理事们再继续打拼加油 我们在6月10号的时候 礼拜天6月10号在这个Pacific Home 我们要举办我们第37届的年会 年会大会 那到时候我们会有商展 跟晚年一样有商展 还有我们的这个晚宴 晚上有这个活动 同时也很荣幸得到这个华航 还有长荣的赞助 我们有这个台北来回机票 会抽奖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来跟我们一起同乐 那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再加强 我们对会员在法律上 在劳工上面 再还有做这个经营上面的一些 资讯 还有知识的一些推广跟推动 那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会员 带给我们的理事们 能够有更好的服务 南加州台湾旅馆同业工会 由早期台湾来美的留学生创立 不仅着重乔务经营 并以崭新的理念 带动同业最新资讯 以及创业机会 该会将于6月10日举办第37届年会联谊会 时间为6月10日晚间6点半 递减在蔡平阳中与大饭店 详情请下626-280-2207 中旺电视采访报导 中旺电视台湾旅馆同业工会 中旺电视台湾旅馆同业工会